自从本土疫情爆发之后 台湾民众的心理压力都蛮大的 很担心说自己有没有可能会染疫 连带让这个筛减站都被挤爆了 那么指挥中心在今天最新的公布 就是将会比对确诊者的热点足迹 在全台湾增加快筛站 但是也呼吁民众 如果您没有症状接触时活动时的话 千万不要跑去筛个心安 因为这样只会浪费医疗资源 另外有企业 希望能够购买快筛试剂 自行的来裁剪员工 指挥官陈时中也回应了 这还得再研议 毕竟非医事人员 要是操作或者是解读错误 恐怕会造成反效果 面对首次连续五天 本土确诊的破百例 全台民众实在相当紧绷 但有些人明明没症状 也跑去筛检香药筛个心安 划出相关的热点去 换句话说这个区域 是确诊人区最多的 并不是大家都没有状况 没有情况 就去检验看看 这是一个浪费资源 而且在那边有相关的热点区域里面 那完全没有状况的人去那边 也许会有增加自己染疫的风险 指挥中心最新公布 会把确诊者的疫调结果交叉 比对整合出热点足迹 在当地增设快筛站也会设立绿色通道 让有高接触时或是症状严重的人优先裁剪 不过阿中部长也再次强调 没有接触时活动时也没有珍重的民众 就千万不要跑去筛检浪费医疗量能 现在也有不少企业希望能购买快筛 试剂自行筛检员工 但指挥中心认为 试剂的使用需要有适当指引 否则操作或解读错误筛检 结果不准确只会更糟糕 还得要再开会研议 版图疫情紧张 不过民众也别过度恐慌 反而酿成防疫犯效果 接下来台北综合报道